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苦林巴拉巴拉 我是苦林 我是大米 我们是什么组啊? 不是JK二人组 米是M 我们是KM二人组 感觉有点左 MK有没有好一点 好,今天大米是我们的来宾 所以各位就听不到Jesie那迷人的温柔的声音了 忍耐一下 因为大米很好玩 不然要就是接受两个都很犀利的人一起来讲话 没有没有,不会 我会对你尽量温柔的 因为今天要谈的是你心里面最柔软的那一块 劳工权益吗? 不要假的 总统的身价都出来了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你的粉丝们应该都很清楚 但也许我们Podcast有一些听众不一定知道 就是说大米最近在为亲情而奋战 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啊,因为就是我爸生病 在过年前突然生病 然后就是属于那一种没办法起身 全身发抖虚弱 然后我们家人都是以为他应该会在过年前就过世 那就赶快就打电话给我 就是有那种要最后一面的感觉 结果就下来之后呢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属于任务型的人 使命必达,我一定要把你救回来 我当时只会觉得说有问题 要去看医生啦 在这儿拖子没了 让人大家都要摸买了 我那时候就很坚定就跟我全家人讲说 他如果不要去就不要让他去 那就先让他在这边休息 因为我觉得假设真的是已经是走到最后一两天 那他能不能在这一两天当中用他想要的方式过世 我觉得那个对我而言我会觉得比就医更重要 因为眼看现在就是不去 那没有想到我爸就活过来了 而且越来越好 那没有想 但是那个活过来的越来越好 并不是说就立刻也当蹦蹦跳跳 而是是属于生病当中慢慢的有一点起色 然后就变成反而麻烦 你知道吗 讲句比较难听的 人死了一切单纯 这样太太太 这事实 人死了一切单纯就买棺材嘛 然后以及就拜拜嘛 就这样嘛 哭一哭就这样 可是问题是人还活着 那又属于那种还需要照料 然后还要一直花钱的时候 所有的问题就来了 对 所以可以先来军聚 就是活人比死人难搞 真的真的真的 而且如果死掉之后 其实就一了百了啊 那我后来才觉得生病 我常常觉得钱是魔忌 钱可以就是考验出人性 然后看出很多事情 然后钱可以沉淀出真假 那后来我觉得 其实如果你家里有爸爸妈妈生病 或是你家里的小孩生很严重的病 你突然会对人性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然后你也突然会了解 人性有多经不起考验 好 我们现在就 我就要等就等这句 是 经不起考验 所以我们现在 如果你觉得太犀利了 你可以避而不答 我不会啊 就回答啊 但是我就是代表 就是从你的脸书看到你这整个的状况 我就代表一般的人对你提出一些疑问 我觉得我很欢迎你提疑问 是因为也让我透过问题沉淀一下自己 我们第一个疑问就是说 那你爸爸 为什么到头来都是你一个人在照顾爸爸 你没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我有两个哥哥 然后这个情况大概必须要往前走 就是说我们家从小重男轻女 所以其实我们全家真的没有人要期待过一个女儿 来照料父母 那有时候呢 走着走着 后来我的收入当然是会比较好 那早期我爸生病在四年前第一次中风的时候 是我大哥儿哥他们去处理 那也处理得很好 那我几乎也是没有史上什么力 那上一次我妈妈得到登革热的时候 是我去顾 那时候是属于出力 因为我还是个上班族 所以过去一个情况是说 我爸爸如果生病 是两个哥哥们在处理 妈妈生病的时候 因为性别的关系 是我在顾 那这个分工也都还不错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会整个完全失衡到 变成是很多时候是我在处理 我觉得必须我要检讨一下我自己 我也有点三八鸡很回 你懂吗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你要做主 那你就要出力 或是你就是要出钱 那当时因为哥哥 两个哥哥们都是属于觉得爸爸会过世 所以他们的想法是会觉得说 好那他没有去往后再想到后面其他 那因为我回来了 那我回来之后因为我的人脉又比较多 所以我可能就可以找朋友 找医生找什么的 然后我就变成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天是 有一天我必须要回台北 那回台北那一天的时候 就变成只剩下我妈妈跟我爸爸 那哥哥们又要上班 那我就想说 天哪 他们两个老人顾老人 那我妈身高只有150 我爸身高170 他是要怎么把他插起来去上厕所 那我就是当下我就会觉得这样不行 我就说 那我们请看护 那哥哥 我大哥有出力 我大哥说他有同学 开那个看护中心的 所以人是他介绍的 那一天三 当时一天3500 那我就说好那我出 那出了之后 就变成说你突然有看护之后 我们突然就是食髓滋味 你懂吗 太轻松了 有了看护之后 大家可以正常过生活了 然后再来又要过年 那我的想法就是说 既然有可能爸爸是最后一个过年 那要不要让大家轻松一点 然后那时候看护就跟我说 一天就从3500变7000 Double 我告诉你 即便我收入不错 我听到一天7000 其实我内心也是抖了一下 你知道我数学突然都好了起来 假设过年 每天7000一个月就是21万 对没有那么多过年 只有五六天 只有那几天加倍就对了 对对对对 21万我可能是 可是这个我打断一下 就是说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一种心态就是说 因为照理讲 大家会讲说 你爸妈既然都重男轻 而且像你讲那个样子 根本大家就义愤甜言 就觉得基本上没理由 就不要买味对吧 那你却不但出来处理 而且到最后就全部变成你单 因为既然只花钱 那就只有你有钱 那就变成你一个人的事了 不是 我比较有钱 对 好 但是造成 就是说 你有没有一种 羞发赌气的心态 说 好 你们就重男轻 我现在就让你们看看 原来你们就stay call 我没有 你们根本没办法 没有 完全没有 我跟你讲 我第一时间就有一件事情 我是认为人到救援 我不认为他是我爸爸 我只是认为说 一个人快死 他又在你眼前 你该怎么做 他今天如果是一个路边的游民 他倒在路 倒在我面前 其实我真的是会去救护车干嘛的 而且我会把他处理到他在医院 然后可能社会局介入 我车人才会走 因为我就会 我对于那一种生病 或是劳弱 其实我就是那一种放不下 那我跟我父亲的那个 重男轻女的情节 在我成为黄大米之后 他逐渐解套 为什么解套呢 第一个除了我父亲肯定我之外 我后来发现一件事 因为后来我就是给我加比较多钱 自从我给我加比较多钱之后 他们就不重男轻女了 没有还是重男轻 我跟你讲 重男轻女这件事情 不会因为你给比较多钱不重的 这次我要强调 而是我突然内心 有一个很微妙的转折 我突然会觉得我做够多了 然后感觉上面我再给更多钱 可是我心是圆的 就是我人在台北 我以前也是在台北 但是我以前是上班族的时候 钱给比较少的时候 我内心跟家里的联系是高的 然后我还是要追求那个肯定 可是等到我的收入变高 我已经得到了很多社会的肯定之后 我还是对我的原生家庭 做出高额的付出的时候 尤其是我认为已经是超过一般人 能够做了高额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有一种了结的感觉 反而我会觉得我们之间 其实是在我心情上面 我觉得那个牵绊是远了 而且我会觉得我还够 我没缺他了 我没缺他了 你不要再把他 但是还是不免要被亲情勒索 你好容易这个对 多少年来辛苦工作 终于靠长自己 要去欧洲26天 结果爸爸说你去我会死 然后你就这样放弃了 对 所以你还是你还是人质 我很容易被亲情勒索 不认识我爸或我妈 因为这个东西 还要回归到一件事情 你如果像我是一个比较求圆融 而且那个求圆融 其实是在取悦你自己 因为你看到说大家 你开心 但是周围的人不开心 你内心就不舒服 你不是在为了他而做 你是在为了你自己舒服而做 那我爸那时候跟我说 如果我那时候跟我朋友 按照原本的计划去欧洲26天 他跟我说 我多不久 你回来的时候我就没在 你知道你听到那个话的时候 你就觉得 好像有一点走不出去 那当时我哥很好 我两个哥哥都跟我说 你就去 因为其实他们两个 你知道吗 当家里有人生病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对于照顾这件事情的想法是不同的 那这也是纷争的来源 那这一次因为我出钱又出力了 其实不用到出力 只要出钱 大家就会安静 那所以我哥哥们是希望我去 那为什么我到台北之后 决定不去 你看我都已经到高铁 搭高铁回到台北 打算隔天出去了 做了一个什么梦 我梦到观世音菩萨来说 你爸爸真的会 而是两件事 第一在这个途中的时候 我大哥跟我说 你要不要考虑换看护 换比较便宜什么的 我大哥是好意 可是我内心隐隐不安 第一我们那时候还没拿到八十两表 第二我觉得我爸爸已经产生极度依赖这个看护 你知道生病的人 他其实后来会认为看护是他的救命所 那但是问题是我妈妈那时候不舒服 因为他觉得我跟了我爸爸一辈子 我跟他都没说话 常常都会笑我 笑妹 笑怕 今天突然间来一个 女儿 把他照顾前照 然后那边好像又很有话 其实我妈一定是很不舒服的 你妈应该说有人帮我照顾老头子 我乐得轻松不是更好吗 这个想法就太浅 我后来才知道一件事情 妈妈对于就是 突然有一个女性 跟她的老公这么亲近的时候 其实很多家庭都会起纷争的 那种很像就是 人家来跟你抢老公 那因为我大哥 我大哥是一个 不会传话的人 也许我妈妈有跟他说了什么 但是我大哥只换回一句跟我说 我们要不要换个看护 那我内心就隐隐不安 我心里想说我去欧洲的时候 看护会不会被换掉 对 然后我那时候很担心说 万一如果被换掉的话 那怎么办 那还有我会担心说 万一这个时候如果我爸真的怎么了 真的走了 真的走了我该怎么办 不过我当时就跟我大哥讲 我说要换看护可以 那我就不出钱了 就大家三个小孩一起出 对 然后我大哥就说 好那再想想 就是你懂吗 好所以这里我 我要问第二个重点 就是说 因为我们很多朋友 其实也有这种招音 你知道对照顾 老人家生病这一点来讲 就会有一个 劳益不均的问题 一定 对 而且像我一个朋友 他爸爸在台北一栋房子 四层楼 三个儿子一人住一层 然后呢 可是爸爸生病 妈妈生病 全部是这个小儿子在顾 因为小儿子就是稍微 经济能力比较好一点 然后时间可能稍微多一点 结果就到头来 就当他开始照顾 他就认为就 本来就应该你照顾 你就有钱 你就有时间 而且弄到呢 到时候爸妈 不满意抱怨 也是抱怨他 所以他那时候甚至有一度 他几乎他觉得自己精神错乱 会自己跟自己讲话 说我干嘛要这样 然后你不这样 你又能怎样 他就非常的难过 甚至就精神上有点问题 后来他跟我讲这个事 我就说 我就说 要不然这样嘛 你就当作你是独生子 如果你是独生子 是不是你要顾 对不对 你就不要想 心里想着说 这有两个 那如果没有哥哥 没有兄弟姐妹 他本来就要自己顾 对不对 那可是我们很多朋友 大家共同的 感觉就是说 对照顾老人家来讲 三行衰 有钱的比较衰 优败的比较衰 住的比较近的比较衰 所以你就是那个优败的 又是那个有钱的 你虽然住了 靠近的事情 你现在高铁也很方便回来 你回来 你回来回来高雄 所以就是说 这一点心理上 还是会觉得不平吧 因为我自己也有这样 类似的遭遇 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都是我 就算我收入比较多 你们好歹也要出一点 你们一点都不出 都靠着我这样 那就难 感觉 因为大家 因为天下的子女 都会觉得父母是偏心的 那父母 就算父母觉得我很公平 也是偏心 为什么 公平也是偏心 明明我表现比较好 为什么你对大家都一视同仁 那甚至更不要说 你本来就偏袒他 你本来就觉得对他比较好 那你对他比较好 现在我还要比他们对你好 很多人会觉得说 大米你为什么做得到这样 你心里不会有挣扎 不会有觉得说 为什么都是我 而且为什么他爸妈明明就没有比较爱我 为什么现在反而是我必须要比较爱他们 三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苦大哥跟你讲那一个 就是把自己当成独生子跟独生女这件事情 你以前曾经有跟我过分享 在某一次录音的时候 所以我当时在我心里不平衡的时候 我有想起这个故事 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招 因为其实人的心念是什么 是在决定你的处境 那我的心境有调试成这样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那个劳益不均的问题 你一定会不平衡 那我当时最大的不平衡 大概不是劳益不均 而是在于说 有些时候 比如说本来假设是我跟我哥哥一起去 陪我爸爸就医 为什么到最后 后来就慢慢的变成只有我 那为什么可能就是 今天送爸爸去急诊的时候 那哥哥可能看说 你在急诊固 那我就先走了 是那个先走 就是我还有事 我先走的时候 然后你还在医院的时候 你会觉得 为什么你可以先走 他比较狠心的会赢 不是他不是比较狠心 其实我觉得他的想法就是 有人会够 有人会处理这个事情就好了 那就会变成说 我觉得我自己当时在那个情境之下的时候 我都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出来 就是会说 我是一个写作的人 写作的人 是应该要受苦的 不是 我认真 认真 我了解 你知道吗 一个写作的人 日子如果过得很爽 他是写不出同情共感的文章 所以你现在日子太好了 你觉得要受点苦 让你的作品更精进 不是 而你会觉得 那个所有的感觉 我认为我所有的不舒服 并不是黄大明一个人的不舒服 应该是人类所有的情绪 那一种 为什么你可以走了 为什么我还要坐在这边等急诊的病房 然后当时候说要挂急诊的不是你吗 我突然会有一种 来到 另外一种高层次是在于说 我常常有时候 我的家人 我的爸爸 我妈妈 或是我哥哥突然跟我说 他们想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照顾 我就去做 你还不知道 有求必应 你是你们家有运工 你说的人 后来你就没做了 都我在做 我突然了解到一件事 既然我要做 我也要出钱 那我就不要听你们的意见 我突然醒觉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听你们的意见了 那我突然会觉得这是我人生的另外一种成长 那你说 会不会觉得不平 就是在那个突然有人离开 就是说我还要去上班 我还要去干嘛 那个瞬间会议 然后我突然也察觉到 照顾老人这件事情 只要你扛下来 就没有人会跟你抢了 当然啊 而且你知道这件事 就同胞 这件事是无止无尽的 对 最可怕的是无止无尽 因为你根本 所以我开一个玩笑 就是我妈妈说 你们一定要对自己老婆好一点 因为老的时候 那个老人在家里身体不好 脾气又差 然后对老婆而言 你根本就纯粹是一个负担 他说他们老人会以前去拜一拜 有一些阿桑在那边拜 拜什么 老火要快死 老火要快死 真的 真的 这不是说什么无情 而是说 因为对他来讲 这纯粹是一个负担 而且这个负担又是无止无尽的 因为很多那种 不像我们现在说 如果我们靠老婆 我们起码对他合言乐识 可是你知道 病痛的人 因为他自己的痛苦 他不能让你好过 我不好过 你怎么可以好过 所以我一定 真的 甚至我故意用一些语言 用一些情维来伤害你 因为我也没给你感觉 不然你自己 我这么感觉 你都不知道 所以 那因此你宽慰自己的方式 一个是说 好 你就是独生的 第二个就是 这是 就是我就是来 我人生嘛 人生受苦 可以让我成长 那 可是 难道你就不会有点担心 就即使你现在的经济能力 比较好 你就不会有点担心 这个 这个坑洞 要 要有多深吗 因为 当然不希望自己的父母离开 可是 那假设他们再来生病 譬如需要很多的大的手术 需要很多的自费的项目 种种 你 你自己不会觉得说 你 你陷到这个流沙里了吗 会 我第一次感觉到那个流沙 快要把我淹过去 是在 看护跟我说 一天七天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那时候数学突然变得超好 然后之后我就很担心 我其实是真的很担心 然后 因为你知道吗 做网红这种工作 你这个月收入好 不代表你下个月收入会好 你连续两个月收入好 不代表你第三个月收入好 所以其实我一直是属于 战战兢兢的 那我当时候觉得 好 那一回 真的比丢到分化炉 精子炉还快 你知道吗 然后 我想说 哪有生的这么快 然后 我突然在跟我同学讲这件事 我同学有一句话救了我 他说 你是在怕什么 你随便买一间房子 就担好你的老婆开 就是说 我只要卖掉一间房子 比如说九百万一千多少 就够你爸生病 他说你如果真的买开 我告诉你 我突然就松了一口气 我想说 没什么 就是一间房子 没什么 那我就会比较舒服 那我觉得当时还支撑住了一点是 我简直是用疯狂顶级的照料 在伺候我爸 所有那种高级 还是德国 日本什么 有的没有的 保健品 什么的补品 真的是狂杂 我真的看到他每天在好转 他每天有一点点 一点的进步 我是靠着那一点点 一点点的进步 去支撑我精神上的一些疲惫 然后 我觉得 我爸的生病拉近 我跟他这一辈子以来最情景的关系 你知道吗 他一情话 看到他老鼠看到的鸟 你知道吗 我想要闭起来 因为我怕风 那因为他现在就是一只病猫了 我老鼠在那儿海来海去 没法抖 现在老鼠在照顾猫 对 老鼠在照顾 我们可以写一个绘本 就是说 这个老鼠很怕猫 可是有一些猫生病了 然后老鼠照顾他 猫开始觉得老鼠很 对对对 这个故事还不错 我们今天第二个手 刚刚有一首歌 刚有一首歌 然后现在有这个忙 对 然后 你知道因为我必须让他 就是精神上比较愉快 然后有陪伴的感觉 所以每天我都要想办法跟他聊天 我跟你讲 我以前以为 我跟他一辈子没有话讲 我突然发现 其实是我不够经历 我后来的心态都是 陪他晚上半夜 他起来的时候 在聊天的时候 我都把他当作受访者 开始来讨论 我说 你当时是来高雄的 你当时有什么 买对家里的渔村来 这样很厉害 你二十几岁就老了 你搁中间 你不买理 你有什么可以搁得住 那时候很缺人 就是 你突然把他当受访者 是 在采访的时候 你们就聊得起来了 然后我跟你讲 我第一次了解到那种母亲 很多妈妈在照顾小孩的时候 都觉得他很珍惜 晚上的自由时光 我突然也是这样 因为我白天都在给他弄他的一些 健保卡 有的 没的 早就早就早 我到晚上的时候 我才可以写脸书 其实我那个脸书 不是在写给我的粉丝看 我是在 疗愈我自己 这一整天精神上的疲惫 还有受到很多冲击 可能妈妈有情绪 爸爸有情绪 爸爸又骂我 或是什么之类的 我当下是没有办法回嘴的 然后我整个透过当时 写在脸书上面去沉淀 我那个受到惊吓之后 无法 无法反扑 或是无法反应的情绪 但是我没有想到 深受好评 大家会觉得 你就你个人质 大家都想解救你 你这个被亲情绑架的人 你知道吗 我后来才知道 那个重男轻女粉丝团 会转转我每一篇混转 感同深受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笑 就是说你以前在台北的生活 你很像那种活在 就是中产阶级以上一点 然后过得很爽的日子 去餐厅 然后跟明年往 没有想到你爸生病之后 你回到了三立民事的乡土去 然后你每天要买 你家在那儿弯 你妈妈 因为你爸爸 我爸分财产不公 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导火线 然后让我爸 我妈不爽 那我妈不爽的情况 觉得我爸分钱分不公 都比较偏长大儿子 然后他跟了他一辈子 拿不到一毛钱 可是我觉得很妙 我今天如果我的同学 即便是离婚或是怎么样 他先生不给他一毛钱 我们大家会一起骂他 骂那个男的怎么可以这样 无情无义 狼心狗肺 那个女生从年轻 陪着你一直到老 然后你居然都不给他钱 但是很妙 因为我家从小就是重男情侣 外家我爸又很重视我大哥 那我妈的身份地位 确实是比较低下 我居然没有想到说 当我爸完全不给我妈一块钱 当遗产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你会觉得你已经被制约到 你觉得黑不乃得 你怎么在这个国家 皇室中青会里面 这是应该的啊 但是然后我甚至会觉得 是要乱闯 人家都要死啊 就是我突然理解到 我的那个财产分配的一个想法 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太公正的一个情况 对啊 你也没有 就是说你 因为你那么不在乎 譬如我们看到 我们上节目也常常在讲 就是很多人在殡仪馆打架 在法院打架 在医院打架 都是为了增产嘛 对 那你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你自己够强啊 你靠自己就绰绰有余 我有这个问题 我有这个问题 我都很诚实 就是说 我爸第一时间的时候 只是把一百万要给我打架 他并不是要把全部都给我打架 而是有一天 我跟我看护聊天的时候 我从看护跟我爸聊天的对话 我突然了解到一件事 是所有的钱都要给我打架 所以你不能接受 我当下是错愕 我很诚实 我就说我当下是错愕 但 即使你已经花了这么多钱 在照顾他之后 他还是要把所有的财产给你打架 对 然后不给我二哥任何一块钱 二哥也不给 你也不给 对 然后我第一时间是错愕 是不是 不好意思 我聚会了 是不是 只有你大哥是亲生 聚会了 没有啦 反正我们现在也八点挡 八点挡一点 不要开玩笑的 但对啊 所以这种 他大小 他又有大孙 可是你这种心态怎么 这样 你叫 如果别人碰到这种事 怎么可能平衡 你不要太高超 没有我错愕 我第一时间错愕 第二时间我突然发现 即便我收入是好的 我也不靠我爸那一点点财产 再过日子 我错愕完之后 我行为有改变 我还是 那天我爸是在医院 我还是去帮他买三餐 但我心情是轻松的 有一种就是 我的落榜 我的落榜 我现在知道 我以前是 他的我的落榜 我现在是确定我落榜 所以我心情上有一点 错愕之后的觉得 好啊 那就这样 第二件事情 我行为上 一个改变的察觉是 我以前假设我大哥 今天要来看我爸 我一定会等到他来 交接后再走 我那一天 要回台北 我没有等到我大哥来 我就跟康护说 我要去搭高铁了 待会哥哥会来 然后我就走了 我第一次没有等到交接 我就走了 可是你这样的 如果要说好听是 真的是宽大为怀 可是如果从另外一角度讲 感觉你在切心 当下就是接受这个结果 我也不再期望你们什么 就这样就这样吧 反正我还是把我该做的做好 我也不要亏切你们 但是我也不图你们什么了这样 但是这里有个很大的问题 大家要问说 我如果没有一个月七万块 我要怎么像你这样照顾爸爸 所以你这样 九万 九万 一个月九万 看护费是九万 好 那还包括别的钱 还去买辅具 对不对 真的 我第一次这么了解辅具 对 所以这种东西就 现在就大家会产生 因为其实这 也许你的粉丝都还比较年轻一点 但是他们渐渐的也要面临这个问题 你如果再看那种 其实几乎所有的艺人上节目都讲过 在家里长照的这个 这是长照 未来是台湾普遍每个人都会碰到的问题 那大家问题就说 那到时候 我要是没有这么多钱 那我难道我就 眼睁睁的看着 就是换句话说 本来我们大米都一直可以给我们一个 做一个立志的对象 就大米 看在艰困的这个工作环境中 怎样对抗上司 怎么样跟这种 其他不好的伙伴 怎么样求生存 就是其实 你的存在给很多的上班族 一个激励就是说 我可以熬下去了 或者说我就可以 我就不干了 我这个 此处不留也 自有留也出 就是那是一个 很好的这种激励的对象 所以这也是因此 你的粉丝就对你这种 尤其又说 你有了能力 你有了钱 你也不在那边炫富 然后你能帮助人家 就帮助人家 其实有时候 考虑不是那么周密 可是这一件 因为现在你的主题重点 跑到这里来了 对不对 那到这里来的时候 就大家就想说 我如果没有九万 我怎么办 对啊 我还是没有 我甚至四万五都没有 那是不是 是不是我也只好逃走 是不是我也只好装没事 因为就有这种人 那就是有这种人说 既然你们雇 基本上你们有能力 就你们 然后我就躲起来 或者是我就 避而不见面 我就装傻 反正我装傻 我就是没钱 我就一毛钱不出 我就是没时间 那你们怎么样 结果 就我刚刚讲的 幼稚的比较衰 有钱的比较衰 住得比较近的比较衰 那你会给这些 如果他们对你提出这样的疑问 或者说已经有人提出来这个问题 你怎么回答 我会觉得一件事情 就是父母都不要太逞强 很多爸妈都会很早就说 我老了之后 我是不会靠小孩的 你们不用欢乐 我会自己照顾自己 我觉得这是一个谎言 没错 因为只有死人 不需要人照顾 只要活着 尤其是老了 病了 你就是需要人照顾 那你七早八早 就跟小孩灌输 我老了 你们来狗 那其实是在自断后路 因为你等于让他觉得说 他就不用来狗 他没有那个责任感 其实我觉得到最后的照顾 并不是那个情感的部分 还有很深的就是责任感 那你如果从小就灌输他 你是不需要他照顾 那你怎么建立起这个责任感 那你将来老的时候 他不照顾你 也不过就是应许你过去的教育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觉得不要太早跟孩子讲 就是我老了都不用你照顾 培养一个孩子的责任感 我觉得他会对于他自己的 不论是工作或是照顾老人家 或是在家庭关系 我觉得都是好事 比如我们站在孩子的这边 我们宁愿自己没有责任感 因为没有责任感就没有负担 这些钱多好花 一个月九万多好花 那是一个选择 那我是说父母这边 第二件事情就是 爸妈 你要在你健康的时候 就开始跟孩子们讨论 我如果生病的时候 你们要如何轮流来照顾我 而这个是我的期待跟我的希望 甚至用这个我的期待跟希望去执行的时候 你们可以换到我的遗产 对 那你不要让孩子在那边自己讨论 然后在那边推来推去 你要不要早一点就来规划 谁来照顾怎么照顾 你讲出你的期待 那大家也比较不会说话 那今天如果是孩子们自己讨论 那话就多了 然后再来我觉得 而且大多数时候就是 我因为可是很多父母亲都容易说 你比较有钱你就去出国 你比较有时间你就去出国 对不对 不是 我后来啊 刚刚苦大哥讲说 你比较有钱啊 你比较有时间啊 你比较快 但是这样没错 可是我觉得在父母当中 我们提到一开始的所谓的重男情侣 爸妈因为比较不爱这个孩子 所以会叫他多处理 越是疼的孩子 他反而他也不敢 不敢他出钱 不敢他出力 不敢他辛苦 所以他只要拿朋友来看一个 就很高兴 你每天都想把死把尿 他觉得你生 所以 反而是那个可能 比较不被爱的孩子 他反而要出更多 那不如再回到那个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还健康的时候 就先讨论好 那个照顾的责任分配 跟遗产的相对应关系 它的联动性 那大家会比较甘愿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你没有九万 常常会去请看护的话 会变成一个情况 是 大家谁的薪水少 其他兄弟姐妹就会讲说 不然我们 你不要去吃头肉 我们给你这一个月四万五 然后你来照顾妈妈 或照顾爸爸 我觉得万万不可以 万万不可以 因为 它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路 然后 你有上下班 你现在是有上下班 照顾是没有上下班 他半夜一个壳 你就要起来 他半夜说 我要尿尿 你就要起来 那个睡眠品质不好到 我真的觉得我蛮痛苦的 我都还有看护 所以 然后外加 我对我爸 虽然我觉得他重来情侣 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怨跟恨 如果你是从小 你对你的父母有怨跟有恨 你又加上你每天被他在那边叫来叫去 你那个不舒服 你照顾起来 那个品质不会高 所以 如果你是那个赚最少的 你不要轻易接受你的其他的兄弟姐妹们 跟你讲说你辞职 不如说 那这个九万大家要怎么去谈钱 因为我看过太多我的朋友们 就是照顾父母 照顾了三年五年之后 爸妈过世了 他没有办法再回到职场上面 拿到那么好的薪水 那我觉得 不如就是大家 看说要怎么样来请照顾 或者 我妈妈那时候 其实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等于妈妈 或是另外一半是主要照顾着 然后你去申请长照照顾的时候 会有那一种传奇服务 就是你可以用尽各种方法 你没有要追求到百分百 我这一次是 已经是完全追求到极致 那是因为现在我有能力 但是并没有说 一定都要去做到这么极致的照顾 我二哥跟我大哥都有感谢过 我二哥跟我说过说 其实我是给不起爸爸这样的照顾的 对 那不要用我的标准去衡量一般上班族 但是我还是规劝大家 不要轻易的去成为一个全职的照顾者 就所以这样子的 就是说那可不可以接受说 那有钱出钱有利处理 如果你钱 如果你真的没钱 你就多出一点利器 那如果你钱多 也许你比较忙 你就多出一点钱 你少出一点利器 可是 为什么通常到头来都是 又出钱又出力 我觉得他本来就会有可能 是不是大家要比心硬一点 比心硬一点 比心硬一定可以 就是比较好过 而且就会习惯 就会习惯 如果我今天是 比如说我在美国念书 或是在美国工作 我说真的 我可能看到爸爸好转之后 我可能也是飞机坐一下就又回去做我的世界 所以小孩子如果很有成就 然后都一直在国外 到底对父母的老后是不是会比较好 我觉得不一定 所以台湾人都说 有没有 孩子 这个也是事实 那就是你这个父母 到底你的爱是期待在老后 你很不舒服的时候 你希望有孩子陪伴在身边 还是你的爱是会觉得说 没有关系 我即便在这个时候 我还是希望他去肥 我有一个很有钱的朋友 他后来得到了帕金斯 然后就是逐渐的恶化 其实我经历过几个想法是说 他当时都是由应庸陪着他 然后我也会陪他去看医生 可是我是偶尔 因为毕竟我跟他是同学的关系 当时我就会觉得很不理解 为什么他的先生 他的小孩都没有陪着他去 我当时会觉得有一点狠心 可是我现在会觉得没有 不是这样的 而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人生 那如果应庸可以带着他 那就很像我们以前把小孩送去幼稚园 有一个人专门陪着他 如果爱是把所有的人都关在一起的话 其实大家都会去自习的 然后我觉得如果交给外籍看护照顾 或是交给安养中心照顾 也不要有那么多的放不下 或是觉得那是不孝 你就把它当成就是送爸爸妈妈去上幼稚园 那假如你哥哥们跟你提议说 但是你现在这个探期也不知道 一定可以探这些探得好 爸爸上来安养中心 负担比较不高 大家也可以转秀去看 你也不用花那么多 如果他提出这样 或者说爸爸现在有巴士两 不可以请外用 外用也有甘富 他来过就不用花那么多钱 那就一定要什么人过 有人过就很好 你如果这样你花那么多钱 这都你先好贪来的 我们也是不甘 虽然是没需要 我们也不是真的缺老花 我们就量力而为 有比较不需要花那么多钱的方式 那如果他们这样提出来 你会接受吗 还是说我还是要坚持最高规格 你到底什么心态 你非要最高规格不可 你是在读什么器 我觉得我会接受 因为我之所以请本国籍的看护 是因为我们家那时候 巴士亮表还没有拿到 然后像现在巴士亮表拿到了之后 我们其实就开始在找 那找需要时间 所以我是可以接受外籍看护的 然后而且我这一次 因为我那一次 第一次请本国籍看护的时候 是我决定的 那我觉得我自己一直觉得 你不能够己愿他力 就是你决定的事情 然后你要别人处理 那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那既然是 第一时间是我决定要请看护 那虽然很贵 那所以我就会全部扛下 可是这一次在请外籍看护的时候 其实我就有问过哥哥们 就是大家一起出钱 那他们也觉得好 然后 如果说送安养中心 我觉得我现在也是OK 但是就是要找到一家比较好的安养中心 那索性就是说 我爸爸现在还在恢复 就是越来越好 我才发现说 其实我在照顾老人这条路上面 真的是太幼稚 我那时候前几天去泰国玩 因为我爸整个状况已经都比较好 所以我就出国去玩 那时候家人都很怕我会担心 所以后来就在泰国就跟我讲说 爸爸现在已经能够自己用符去走到厕所 那我内心想说 Oh yes 我不用再花一个月9万了 实在是太开心了 你懂吗 就是突然会觉得 真的有松一口气的感觉 可是我回到高雄去 看到我爸爸的情况之后 我就会发现说 老人的所谓的好转 是变好 但他不是已经回到那种 像我们这样子 走来走去 拢来拢去 他还是需要有一个人在旁边看着 所以我突然会了解到说 这个月的9万还是得花 一定要看着 因为他即使好转 他也可能随时变坏 或者出状况 甚至不小心摔跤 那情况会更严重 所以有人够了 有人够了 一样就不可能没人够 像我妈妈现在也是 运气很好 有一个很好的外傭在照顾他 现在很多人 你知道很多人 现在最担心的是 就是家里的外傭不做 我的外傭离开了 你知道吗 对啊来讲 其他都不做 就小鸡肉 心里面默默祈祷 就外傭不要走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事情 这样我想 我这样比较能够理解 所谓来龙区域 然后也给大家就说 大米也真的是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因为你提前帮大家历练这些 可以给大家很好的经验 包括说 你千万不要说 因为你收入少 大家说 不然大家出钱来给你照 因为这个 无恋真的 那个人间条件 舞台剧也演过 甚至到后来真的是 甚至是自己在问说 爸爸你为什么还不死 真的啊 真的你会怨的 对对对对 那但是有一点 连我也没有办法 这个释怀 就是说我 站在你的角色里想 就是说 妈妈 爸爸 爸爸就说他是病人 他病痛难过 不要你好过 那我们就不跟他计较了 妈妈为什么 你是怎样 就是说妈妈 妈妈为什么会那样的 那样的 这样的骂你 爸爸对他不好 也不是你对他不好 到底你们母女情仇 是怎么来的 我们八点党继续演 我们母女情仇 我跟你讲 那个真的是来到高潮 我粉丝团按赞来到新高 就是我妈妈骂我的那一段 就是 我先讲一下剧情 然后我再讲说 我其实有哪些地方 是我后来觉得 我需要修正的 就是因为在回来的 第一时间的时候 其实我整个 那个情绪是切断 其他的感觉 我只剩下就是 我要冷静下来 就是不慌 然后把我爸稳定 其他的事情都先 其他都不要管 可是那是我 但是我妈那时候 已经知道我爸 已经把一百万给我大哥 然后我妈内心 已经很不开心 他就觉得说 我跟了他一辈子 他都不会想到我 然后老二为什么没有钱 那我妈在跟我讲这个的时候 他先来我房间跟我说 爸爸那个尿布也要钱 然后呢 我还要煮饭给看护吃很累 那我就听了出来啊 我就跟他说 妈 看护来 最轻松的是你 你怎么能说这样 来几天之后 你会觉得这样又不好了 对你 尿布钱好吗 我来买 就是你会觉得 你都已经出了九万 为什么还会有人来跟你讲 什么钱还要你出 可是对我妈而言 她会觉得 那就是多出来的 然后我当时讲了一句话 我就说 你就是要来跟我赔钱 哦 这样没赔啦 你知道吗 因为太直接了 因为我就直接讲说 你就是要来跟我赔钱 我妈就有点恼羞成怒 我妈就说 那本来的 那是 我是要如何赔钱 我是要如何赔钱 然后之后 我内心就是有一种觉得 到底要跟我要多少钱的一个想法 那当时我妈就说 就讲说 你们爸就是都很不公平 把钱都给老大 现在都没老 我告诉你 他这样死死的好了 给他死死的 那种没人要扣 我就跟我妈讲说 爸现在都会扣平 你不要在那里 把他扣好吗 我妈就说 他就是没公平 怎么可以这样 一百万都要给老大 我说 妈 没公平 你说他没给老大 我妈就会 我妈恼羞成怒最真心 恼羞成怒的时候 是最真心的 我妈就说 你自己的贪 我整个傻眼 我外面会想过说 你给我的答案是 你自己的贪 我就跟我妈讲说 妈 但是我还没贪 我妈就 就气到 垂 垂床 垂床 然后就讲说 你就是没公平 不能这样做事 不能这样 在那样的争吵之后 因为我还是对我爸很好 那我妈已经还是对我爸很怨 所以就变成我 在我妈眼中看起来 就是个叛徒 从小 没有站在他那边 没有站在他那边 你没有帮他讲话 没有帮他讲话 因为他不是在为你们两个针 他是在为他自己针 但是他没有讲出来 对他不敢讲出来 他不敢讲 因为他也是长期受到那一种 我们家的那种氛围 觉得是不能够替自己针的 那你也没有说 阿嬷 你不用怨 我吃你 你不用走没钱 这是一定存在的事实 但是我就是嘴不甜 你就不讲 我就没讲 然后 所以他会不安全 他不安全 然后没有 最主要他不舒服 而且他真的很爱我二哥 他真的觉得心疼二哥这样 好啊 那我跟你讲 最精彩的一幕就是在于说 当他觉得我们一边一国的时候 我爸那时候 那时候那几天高雄有点寒流 然后我爸又一副快要死掉 那样子 所以我就拿我直直的电暖器 拿开来给我爸用 让他温暖一点 然后我妈就 没事情吹事情没 他就把我电暖器拔掉 就说 那不是你买的 你不能吹 那电暖器的不是你 然后我整个傻眼 我想说 我一个月给家里这么多钱 我不能吹电暖器 这防止我的 可是因为实在太傻眼 而且我自己的想法是 我不要跟我妈吵架了 所以我就不回嘴 我就坐在那边 然后我妈就看到 我买给我爸的保健品的盒子 纸盒 我放在垃圾桶旁边 我妈就拿起纸箱 那些纸盒 往我身上丢 我说 你等这种 你这杂性 大家都不能过路 你还收起来 然后就往我身上丢 纸箱没有丢嘴 没有丢到我 但是确实 就是 那个伤害性不高 但侮辱性极大 然后就傻在那边 然后 接着我妈从那个垃圾桶 再拿出我丢下去的泡棉 再拿出来 再丢在我身上 这笨色有什么要帮你收 你有什么 你自己的笨色 你爱自己收 从那一天开始 我就不在我家丢垃圾 然后我又发现 我妈把我的 换洗的衣服 就是洗完之后 直接丢在那个床旁边的 那个木板上面 我就知道 我妈也是在抱腹 她就是不想帮我洗衣服 所以从那一天以后 我也就不在我家洗衣服 我都自己 把衣服拿去那个自助洗 然后茫然的坐在那边 在那边洗脱红 然后 我觉得这一切都让我觉得 这实在太荒唐了 可是那个荒唐是 我觉得我此刻 绝对不能跟我妈起争执 所以我那时候只能够写在粉丝团 然后大家都觉得太好看了 就是你以前 赶上在台北的时候 你是一个睿智 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回到高雄之后 你就是一个不断被妈妈咒骂 被爸爸发脾气 然后以及就是妈妈 可能丢你东西 你也不会回手 不会回嘴 大家觉得这实在太精彩 而且有人自爆的追剧 想说明天还有什么 更精彩的一起 是 然后 我自己当时是 也好玩的写说 好了 既然就是大家这么 觉得很有趣 那不然就是 之后父亲节来出一本 母亲节来出一本 过年来出一本 我们家庭的故事的合集 我告诉你 这都没定 因为邻居 我爸妈不试制 但邻居试制 所以邻居们就去跟我妈转说 我妈就气炸 对 就不能写了 可是我听了 我听了是很心酸 我听了我对你很不甘 如果一个子女 这样为父母尽心尽力 然后还遭到这样的待遇 然后还要去语言说 这个妈妈是因为什么样 然后你还要想尽办法 来替她解释说 大家不要怪她 因为她就是怎么样 如何没有安全感 如何怎么样 我觉得你真的是很了不起 那最后就是要问你说 那像跟妈妈这个死结 你觉得你解得开吗 还是说就丢了算 我解开了 我解开了 她每次都很开心的带我去蔡奇亚 然后问我想要吃什么 她买好吃的 就是撑住我的是从小 我妈真的都对我蛮好的 她自己很神 但是她会对我很好 是我会不断的回忆起 她过去对我的好 那我知道她这一次 那我知道她这一次 就是咖啡打拆 谁人没有 然后 然后我觉得我事后回想 我把生活活得太认真 我把每句话太当真 其实我妈那时候在发作的时候 我真的是用尽认真的态度 在跟她一来一往 其实我只要讲一句说 对啊 爸怎么这样 真没说白 对 妈你说的真的有得力 爸就是这样 不怪她会破坏 就是事情没有改变 我爸还在生病 还是躺在那边 但是我可以在语言上面 给予我妈支持 那这件事情也就没有了 而不是我变成说 我很立色的告诉你说 你现在这个处理的方式 并没有思考到说 也是对分财的部分 对我也是不公平 我觉得我活得太认真 那我这一次 后来我自己 是我自己跟我妈去说话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我爱我妈 我也爱我爸 那因为我爱他们 所以我跟他吵架 我不会开心的 然后 那个时候 我已经拐骗我爸去住院 我那时候拐骗我爸去住院的时候 我跟我爸讲说 爸你也比较好 你也知道家人这样乱 你好吗 你当作帮我倒三天 你去病 当作度假 我们做一个检查 大家放心 你也让妈妈比较轻松 每天看在那边 他也痛苦 你也痛苦 我也痛苦 我爸就同意去住院 那我爸去住院的期间的时候 我自己就会觉得 我可以了解到我妈的辛苦 是因为我每天都要张我爸的三餐 我做的时间被绑住 那我在想到说 我妈是不是觉得去料理我爸的三餐 跟看护的三餐 她的时间也都被绑住 她的压力 其实是在的 而我其实是当时也是没有办法去设身处地 替她想的 然后一回到家里之后 我觉得只要能够解开这个解 家庭的气氛就会好 所以我就跟我妈讲 我先叫我姿势去跟我妈讲说 我还是会每个月给她钱 那外家 我老家本来有一个租金 就是不多啦 就是一万多 那我爸那时候觉得我给他们住房子 所以他把那租金是我在收 我就跟我们家姿势讲说 你去跟阿嬷说 那个租金以后都给她 就是我除了我原本每个月给她的钱 在加码 然后我叫我姿势去跟我妈讲说 就是姑姑说她知道错 然后后来我自己先跟我妈讲话 那我妈也就过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都还很OK 那最OK的一个情况是 我换了一个心态 第一个我看到我妈老了 因为我已经离家这么久了 最近这些时候 就是我比较有时间去凝视她的时候 我发现她老很多 再来就是 我觉得 我只要换一个心情就可以 我从泰国回来之后 我可以做到另外一个心情就是 我妈有时候在照顾上面 跟看护的意见不一样 然后看护就会说 那个怎么样对阿公比较好 我就会讲一句说 听妈妈的 听阿嬷的 阿嬷要这样就这样 就是我会跟我看护时颜色 你要不要真的听阿嬷的另外一回事 但此刻就是听阿嬷怎么说 就是 然后我之前因为我爸在生病 所以我每次买食物都是先买我爸 我现在是不管我妈要不要吃 我爸的一份 我妈爱吃的东西再一份 我就都是拿回去 因为我要照顾他觉得 我还是他女儿 而不是我跟我爸一国 然后他现在帮我爸买三餐 就是煮三餐 我学聪明了 我不会多给什么 两万块的买菜钱之类的 我是每个礼拜 多给几千块 就是不断的去激励他 买菜这件事情很开心 就是我自己后来用一种 比较像我以前在上班时候的一种 面对老板的态度 我没有那么多情绪 但是我在思考什么策略 可以让我的老板开心 而这一次的老板是我妈妈 好 大明我觉得 我以前只是很喜欢你 我现在是很钦佩你 谢谢 我觉得真的你真的很了不起 我这年头 我到这种年纪很难被感动 我真的被你真的很感动 也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大家听了也会很动容 其实就像大明这样说 你想他的好 你想他过去对你的好 来抵消 来折抵他现在对你的不好 对不对 然后你设身处地 想想他也有他的苦 他的苦我们怎么样弥补 所以不要跟他讲 不要跟老人家讲道理 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家是讲情的地方 老人家我们就红 对不对 老人家就红 开玩笑 那么刁难的老 上司客户我们都对付得了 我们用这样一点 十分之一的精神 力气跟技术 来对付老人家 让摆平难道有什么困难吗 对不对 所以当然重点 就像我们今天刚刚之前聊天 讲的话 唯一 这个世界上 唯一能够弥补感情的伤害的 只有 钱 但是在苦大哥 你要收之前 我想要强调一点 我当时还能够放下 还有一件事情是 我察觉到一件事情 我爸不需要我 就是我在住院的时候 就是我陪他住院的时候 我突然了解到一件事情 我爸最爱的是大哥 他爱他的孙子 而大哥跟孙子 跟阿嬷住在一起 我可以不住在那个房子 但我爸没有办法离开这些人 但我如果持续跟我妈是属于那个僵局 那我 还有 我爸爸会感受到那个僵局的气氛 那那个家就不会快乐 所以我觉得 某种程度上我离家很久了 即便那是我的房子 我就是个外人 那他们以后还是要一起过日子 所以我愿意跟我妈低头道歉 或者是做这些弥补 是因为我要他们回到过去开心的日子 那我爸需要他们 我爸只是需要我的钱 就是这样 不过你如果让他们好过了 你也会好过 我会很开心 很开心 而且我后来就是搬到我自己的房子那边去住 就是白天我会去看我爸跟看看护 还有我妈有什么东西 但晚上我就不会再去住在我家 让彼此都有一些空间可以喘息 所以你其实从这中间你也 你也学习 你也成长 你也历练 有 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层次的大 对 还不错 就是已经四十几岁了 还可以再成长 好 今天非常谢谢大米来跟我们分享 她的这个心路历程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从中得到很多的借鉴 有很多的感动 也会跟我一样 越来越更加的疼惜大米这个可爱的女孩 谢谢 世界上有你这样的人真是太好了 这不是听你爸妈说 这是我们大家一样的心愿 不相信的话你问大家 我相信大家都给我很大回馈 而且我觉得我还是要说一件事 我能够照顾我爸妈 都是因为我的粉丝 所以我非常感谢 感谢感谢 感谢各位粉丝 请大家继续支持大米 因为大米这样好的人 这个不多不多 真的不多 大家要好好的爱惜他 就像我一样 对 喜有公物 谢谢 谢谢古大哥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